另外再看到花蓮县政府针对长者较多的乡镇加开了接种站 偏乡则是由巡回医疗方式来替长者来接种 许多民众是相近的涌入表示 在社区活动中心接种疫苗染疫的风险比较低 较多行动不便的长者都是施打第一剂 因为独居距离住家比较近 而且最近看到疫情肆虐施打的意愿也都提高了 花蓮县政府卫生局为了维护偏乡居民的防疫安全 正在进行偏乡巡回医疗方式替长者接种疫苗 有许多民众相继涌入并表示 在社区接种疫苗让第一次接种的长者比较安心 家里都在外面怕回来会传染 所以他今天愿意出来打 怕他们老人而已 我们是不怕我们自己还是怕老人而已 而这些老人有许多都是第一次打疫苗 因为疫情的严峻也让他们自己警觉到疫情的影响 并且对于偏乡的医疗缺乏之下 更愿意走出门来施打疫苗 像这些老长辈行动不方便来到各村来方便给他们施打疫苗 是一张正德让我们村民都接种疫苗 很多民众都是第一剂都还没打 因为出入不方便 这次人到我们平和村活动中心来为村民施打 让我们村民能够接受更好的疫苗 在我们偏乡我们所有的社区 往设这个注射疫苗的这个站点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施直上 有一些今天我们来关心 有很多甚至第一季都还没有注射完的我们的乡亲 能够很便利很丽利的 然后有商店能够施直到 巡回施打站 华年县目前有11乡镇各村落设立新冠疫苗巡回施打站 目前整体看来接种状况并不理想 卫生局长朱佳祥指出 可以体谅民众对疫苗有所担忧和疑虑 卫生单位仍会持续来积极服务 呼吁乡亲踊跃施打增加抵抗力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转腰 k